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福布斯日渐发表,2024全球企业2000强,在这一全球2000家最大上市公司年度排行榜上,有621家美国公司上榜,高于去年的611家。 根据榜单,排名前10的公司中有6家位于美国,排名前25的公司中有14家总部位于美国。 科技公司中,亚马逊排名第6,微软排名第8,谷歌母公司Alphabet排名第10,苹果排名第12,Meta第24名。 在半导体行业中,三星电子位居前列,总排名第21位。 在该榜单中,半导体公司的市值飙升。 随着各大公司争相开发新的人工智慧、AI应用,晶片制造成为今年最热门行业之一。 在半导体公司中,汇达市值涨至第一,同比增长226.37%。 其他公司,包括博通、SK海力士、美光科技、KLA、AMD、MPS、高通、美满电子科技、联发科等均出现大幅增长。 在新的半导体格局下,汇达、博通、AMD成为新半导体三巨头。 汇达市值近期达到3兆美元。 自2022年11月,ChatGPT问世之后,这家半导体设计公司市值增长8倍,成为这次生成是AI浪潮的最大赢家。 AMD在全球两千强中上升200多位,排名第343位。 AMD预计今年数据中心GPU收入将达到40亿美元,虽然远不及会达在同类别中近1000亿美元的预测,但仍超过其他所有公司。 AMD股价去年上涨25%,与2023年年初相比上涨150%,市值达2600亿美元。 另一家老牌企业博通,在全新半导体市场格局中如鱼得水,目前和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已签订客制化晶片协议,利润丰厚。 去年11月,博通以690亿美元收购云计算公司VMware,自2023年初以来,该公司股价上涨165%,市值达到7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今年榜单中连胜60位,名列第74位。 Typer Sandler半导体分析师库马尔表示,博通拥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他们不生产随处可见的现成晶片,相反,他们只和特定客户合作。 纵览全局,他觉得,在GPU领域,会打一旗绝尘,博通紧随气候,AMD位列第三,而英特尔只能屈居第四。 另外,目前,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台积电市占率超过六成曲观,遥遥领先群雄,三星市占率约超过一成居次,第三到五名的中芯国际,联电与格罗芳德,市占率都约超过5%。 严调机构集邦科技,Trendforce指出,今年首季,英特尔尚未进入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前十大排名中。 为此,英特尔日前宣布任命,Kevin O. Buckley为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代工服务总经理,即将直接向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汇报。 他将接替Stuart Penn,后者在公司新的营运模式下建立了英特尔的代工部门,已在英特尔任职35年。 据了解,Kevin在半导体行业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近一份工作是担任Marvel Technology的客制化晶片部门的高级副总裁。 他还曾在Global Foundries和IBM等公司担任领导职务。 基辛格表示,Kevin曾在晶片代工厂和晶片设计企业担任高管和技术专家,积累了跨越半导体行业的广泛的专业知识。 英特尔正在首推面向AI时代的系统级代工,通过有韧性且可持续的供应链,提供制程和封装技术,帮助客户实现其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Kevin将发挥关键作用。 英特尔表示,Kevin将负责推动英特尔代工业务的增长,并继续扩大其IP和EDA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他将与英特尔代工的其他高管密切合作,实现首推面向AI时代的系统级代工的目标。 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英特尔今年4月发表各部门财报的规划后,不得不重新计算晶圆代工服务,FS事业群这几年来单独列出的业绩。 结果显示,这个新成立的部门,2023年亏损数十亿美元,为此英特尔股价也同步应声大跌。 另外,更让投资人更为不满的是,英特尔还将相当部分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在内的其他晶圆代工业者。 具体来看,集体诉讼律师事务所Devai & Korsinsky正在呼吁英特尔投资者加入针对该公司的集体诉讼。 诉讼称,这家半导体巨头,在1月份报告2023年业绩时,未能正确披露其代工制造部门产生的损失。 从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英特尔采用了所谓的内部代工模式,集体产品部门和外部客户将从英特尔内部的独立部门英特尔代工购买制造和封装服务。 在2024年第一季度之前,英特尔没有单独报告其制造部门的业绩,相反,它只公布了向外部客户出售制造服务的部门业绩。 在英特尔于2024年4月2日全面披露其分布报告计划后,它不得不将英特尔代工部门作为独立实体重新计算前几年的业绩。 结果发现,2023年,新成立的部门亏损约70亿美元,导致英特尔股价下跌。 此外,英特尔将约30%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和其他代工晶片制造商,这让投资者更加失望。 当该公司在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其制造部门的业绩时,结果发现英特尔代工部门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营售为44亿美元,亏损25亿美元。 自今年年初以来,英特尔约三分之一的资本已经损失。 投诉称,英特尔代工服务的增长和利润被虚假陈述。 2023年,遭受了重大损失,产品利润下降。 这导致了市场对公司业务和英特尔代工战略的误导性正面陈述。 这就是Lewy & Korsinsky提起集体诉讼的原因。 根据集体诉讼律师对案件的描述。 提起的诉状指控,被告作出虚假陈述和或隐瞒以下事实。 1. 英特尔代工服务的增长并不代表内部部门可报告的收入增长。 2. 代工业务在2023年遭受了重大的营运亏损。 3. 由于内部收入下降,代工业务的产品利润下降。 4. 因此,代工模式不会成为公司IFS战略的强劲推动力。 5. 由于上述情况,被告对公司业务,营运和前景的正面陈述具有重大误导性和或缺乏合理依据。 认为,自己在2024年1月24日至4月25日期间购买英特尔股票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以在2024年7月2日之前申请成为首席原告。 科技网站TOMS Hardware对此认为,这家律师事务所正号召英特尔投资人加入集体诉讼,控告该公司发表财报时,未能适度披露去年制造部门的庞大亏损。 外界密切观察,相关变数是否会影响英特尔在晶圆代工市场的竞争局面,以及对台积电委外试单变化。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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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